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去大家都说台股是五穷六绝 到五月的时候似乎量都会减少 行情好像都看不太到 到底这个月份来说 整个行情要怎么来掌问 今天才第一个交易日 后续来说的关盘重点要放在哪里 节目上赶快先请到专家 请到的是巨洋投顾的分言师汪海华 汪老师好 四芬你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四芬老师在看到 其实从上礼拜开始就开始 已经连续三个交易日往下跌了 而且其实跌的都还不少 这个跌幅 今天来说已经破了8300 那后续这个行情 五月份来说 是不是确实是要保守一些些 好 没有问题 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觉得为什么之前涨一段 7000多涨到8700 8800 好像现在又停了 然后现在又跌回来 因为我觉得现在 因为所有的数据都是景气趋缓 最近从日本不升息 不降息 维持那个负1 0.1的一个利息 开始当天连跌了三天 我就说现在是一个资金行情 跟景气趋缓 两个在对抗 很多人会觉得资金行情很大 所以说会一直涨 我就说如果你的想法是对的 那指标会照着你的想法一直往上涨 可是当你的想法错的时候 指标会告诉你你错了 因为我们人都会有盲点 所以我说如果你有我们的指标 你会知道从8500开始 就已经转空了 当你的看法对 指标也会对 当你的看法错 指标会告诉你错 这就是指标的好处 所以我们节目一开始 还是要强调一下 我们是追求一个长期稳健的获利 因为我们不可能保证天天会对 可是我们希望能够长期稳健的获利 所以我们到上个礼拜已经连五周获利 我们已经连五周获利了 我们看一下是如何的获利 我们今天看一下我们的指标就好了 超盘一哥的指标的种类有 顺势指标 盘整指标跟乖理指标 我们直接先看顺势指标 我刚刚已经有讲过了 当你的想法错误的时候 指标会告诉你 你已经错误了 这叫做一哥的小时线 你如果要做波段单 你可以选择用小时线来操作 在多少 8600点 这边是不是8602 在8600多点 指标告诉你转空了 基本上这边已经跌多少点 这边已经跌了100多点 反弹上来 这条线叫做空方压力价 空方压力价 我们今天要送给大家的 就是叫做空方压力价 在多少 8593 是从8593叠下来叠到8257 是多少点 是不是接近350点了 是不是接近350点了 对不对 这叫做一哥的小时线 早就已经告诉你 现在景气趋缓 苹果的季报不如预期 然后呢 中共的打压 对不对 路客的减少 无预警的航站 什么飞机停飞了 然后路客来台的政见办不下来 这些的政治的环境 造成哇 外资大逃杀 今天又卖了100多亿 基本上 如果你没有反应过来的话 你没有办法去知道这些事情 好 所以我们的小时线就告诉你了 转空 空邦压力价在这里 然后呢 跌升了 还没有反弹 然后呢 这边的蓝点 好 这个叫做乖离 当它跌升的时候 这边会出现乖离 好 出现乖离 跌到乖离 它有可能反弹 好 这个是指标告诉你了 指标告诉你了 对不对 跌到这边也许会反弹 因为这边跌升了 好 这边是过几天才会出现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要送你空方压力价 盘中即时通知 空方压力价 回到我们身上 什么叫做空方压力价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了嘛 是不是转空以后跌下来 反弹上来 当反弹上来的时候 是不是有多方 哇 逃命波 然后呢 来不及空的要去空 这个叫做空方压力价 我现在没有办法告诉你 空方压力价是多少 为什么 因为如果明天开盘 期货 每股又大跌 或每股又大涨 这个价格都会变 我现在如果跟你讲一个压力价 如果明天开盘 大涨200点 或大跌200点 这个压力价通通都会失增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 所以我说盘中即时通知哦 盘中即时通知的意思就是这个 空方压力价还没有出现 明天盘中出现的时候 我即时通知 我希望如果你需要这个盘中的通知的 可以跟我们联络 今天是送给大家这个礼物哦 所以你看一分线 一分线是不是也是一模一样 绿色代表空头走势 好绿色代表空头走势 这里 指标告诉你 这边转空了 是不是8500多点 8550左右 我说你要去想 你要当成什么样子的交易者 你可以当成一个波段交易者 如果你认为你是一个波段交易者的话 你这就是空单一直爆啊 因为指标还没有转成红色之前 你的空单就一直续爆 好我们有一个用户是说 我空单要爆到指标翻多 转红代表翻多 转红代表翻多 那什么时候转红 之前多头走势 4月11到4月19的时候 4月11到4月19的时候 是不是 指标都是红色的 指标都是红色的 转红的时候会有一个讯号 转绿的时候也会有一个讯号 如果你是一个波段交易者 你可以在转红的时候做多 然后呢 转绿的时候平仓反手放空 转红的时候涨了165点 赚了165点 4月19到4月26 一样的意思红变绿 跌下来 跌了122点 好一样的情况 如果你是一个波段交易者 就是从这里到这边 就是这么简单 你也不用管 你不用管一些经济数据 你不用管外资现在买那么多 为什么没有涨 或是外资突然大卖 然后呢 你手中的单子不晓得 到底你该出还是不该出 你看到颜色变了 你的多单就该出了 至少不要留有多单 当你看到颜色已经变了 你至少手中不要留有空单 你就永远不会大亏 这就是最重要的重点 我们所有的投资人 最想要知道的 就是现在到底是多头 还是空头 我们的指标就告诉你答案了 是不是就告诉你答案了 这边是多头 这边是空头 对不对 然后呢 小时线转空了 大家最想要知道的 就是到底现在是多头 还是空头 什么时候转空了 什么时候转空 你可以最早发现 而不是又在 按照之前做多的方式 持续的一路做下来 这是我们指标 可以告诉我们的重要的关键 甚至于你做多 你会知道 现在是抢一个反弹 你不要去一直 抱那么久 这边重挫 你这边重挫下来 如果你一直把它当成 波段多单在做的话 这边跌下来是 有到300点的跌幅 有到300点的跌幅 我们再看一下 所以我 这个是我在脸书上面 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先回到我们身上 我觉得做期货 我们要强调一个 均值啊 你要把所有的事情 你要抓到一个六七成 抓到一个六七成 就是你去放弃一些 原本可能是高风险 低报酬的一个交易 你要抓到一个 高报酬低风险的 那个区段 所以我说你做单之前 你都要先去算一下 你这笔单子 到底你的风险是多少 然后呢你的报酬有多少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是十分线 基本上十分线 目前照着这个惯性来看 它是跌415点 所以说最近的波动是很大的哦 你如果这边有做到 是可以赚到400多点的哦 代表期货 它是有利润可图的 然后呢反弹了350点 之后又跌290点 当然下跌的点数 都比上涨的点数还来得大 代表它是一个空头走势 涨160点 到昨天为止已经跌了310点了 所以今天跌到最低点 你觉得要去追空单吗 很多人的问题答案是这里 它我们以最近来看 最大的跌点叫做415点 今天如果盘中再跌100点 那是不是已经接近了最大的跌点了 再跌100点的时候 你在那边 你要做什么动作 基本上你在那边绝对不能再追空了 可能会出现一个反弹 反弹幅度我们不能去预判 可是我们会知道 来看一下我们的电视上面 两次的反弹一次是350点 一次是160点 这边的跌点最大是415点 所以我们如果算一下是不是还是往下有空间 415-310 是不是还是有105点的下跌的空间 如果跟这一段区间一样长的话 是不是跌下去还有105点的空间 就今天差不多就是跌到那里啊 然后反弹上来 是不是还是有可能有160点 你如果放空 你有可能被嘎160点的一个空间 所以说下去105点 上去有可能160点 所以今天怎么样 在空头走势下 我当然是建议你保守以对 因为已经跌升了 跌下去空间有限 反弹上来具有风险 所以我们会做这个的一个分析 那我们看一下 今天是不是最低 就是跌到400点 是不是跟这一段 415点 很类似 然后呢 出现一个小反弹 出现一个小反弹 今天的情况就是这样 所以我就说 我们刚刚讲到都是软体 我们的软体 跟一般的软体不一样 我们上面有一个叫做线上的教室 线上教学免费 一哥的软体 如果你一哥软体带回去 我们线上教学免费 里面有汪老师 有我 还有全国的一哥伙伴 盘中都陪你看盘 盘中都给你看盘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一个 一哥教室上面 大家的一个对话 超盘一哥的线上教室 早上8点多 会有一个盘式的看法 会对盘式做一个看法 目前指标当然是空头嘛 对不对 可是短线上其实是负乖离了 我们都会讲一下什么叫做负乖离 所以说有可能会出现跌升反弹的行情 当然外资是否持续出脱多单 就是涨跌的关键 有没有 今天外资还是持续在期限或都在减码 所以今天还是往下跌了 可是在跌升之后 我建议保守以对 这是早上8点多的一个 对于盘式的一个看法跟一个建议 我当然希望大家都赚钱 可是跌升了以后 如果再跌下去 你真的是要保守以对哦 五分线乖离 九点四十三分 我们出现一个五分线的乖离 在十点四十七 我跟大家讲 乖离讯号随时间消逝 目前是弱势的反弹 这个时候如果你有做一个空单平仓 你可以再把它空回来 或是你原本做一个抢多单 你要在这边把你的多单平仓掉 好平仓掉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负乖离 五分线 我是不是说跌了最深的 就是从上面跌下来跌了405点 这边今天最低点 是不是就是出现一个跌升的负乖离 然后呢 我是不是在 我所有会场 或是我在每天跟你讲的 这个负乖离 不要觉得这个负乖离出现以后会怎么样 长一辈子 大家一定会觉得 到底这个东西 它的效果是多久 它的持续力是多久 我就跟你讲 最多一个小时 长一个小时 你要把它出掉 长一个小时 你要把它出掉 如果你在这边 有做一个短多的动作 你一个小时以后 要把它除掉 这边都会教你 都会教你 如果你现在不懂 没关系 我在我的教室上面也会教你 所以你看一下 这里 这边是一个负乖离 这条线 这条线叫做我们的乖离的支撑 已经严重的超跌了 这条线叫做均值 所以说这里到这边基本上已经负乖离了200点 负乖离200点 它有可能会直接反弹 然后呢 这叫做直接修正负乖离 另一种方式是什么 以时间 以时间来修正 有没有 这边没什么涨 可是时间过了 它的效力就消失了 已经来到了我们的 这边负乖离的支撑架了 明天再修正 这条线会慢慢的跟这边来汇合 这叫做用时间来修正 这叫做以盘代涨 好 以盘代涨的盘式 代表是一个非常弱势的盘式 好 这边如果你不懂 我们在线上教室 都会再持续的跟大家讲 所以一哥线上教室 不只是我啊 好 里面很多的人 很多的我们的伙伴 他都会跟你讲 所以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 就是希望大家在 这个操盘一哥线上教室里面 大家都赚钱 因为我们全部都是为了赚钱而来的 没有人会在那边骗你 没有人会在那边跟你 拉迪赛 做什么生意 叫你去 怎么样 把他的单子吃掉 不会这样子 好 我们的会员就讲了 对不对 他会跟你讲很多东西 我们大家都在聊天 多头就是天天停损 如果你现在 如果不小心做 就是这样 多头天天停损 现货 是不是外资一直在大到货 所以怎么样 拉高空 破线空 反弹空 背离空 一切都是空 这就是我们的线上教室 有经验的人 你都可以看到他们在上面的一些对话 放轻松 等待加码的空讯 加码的空讯就是我今天要跟你讲的 明天也许会出现 明天也许会出现 什么时候出现我不知道 因为要看指标 指标出现 空方压力价的时候 我们就会即刻通知你 或是翻多的组讯 资金工具执行 等于获利 不要想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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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着资金工具执行 就有可能获利 就有可能获利 对不对 我就说这一位 你如果照着原本的十分线座 那就是8540的空单 续报流畅 如果你照着原本的空讯座 就是8540的空单流畅 所以说我今天要跟你讲的 今天要送给大家这个东西 叫做空方压力价 盘中即时通知 再回到我们身上 盘中压力价 它是一个空头走势 反弹上来 涨不动的时候 我们会出现一个价格 这个价格叫做空方压力价 告诉你空方来到这边 已经产生了压力 也许会往下跌 可是我现在没有办法 告诉你答案 因为我们的指标 在盘中会去计算 当它涨上来 反弹的时候 我们就会 有这个讯号出来 我现在跟你讲 反而你不会相信 而且你不敢去操作 或是不敢去 也没有任何意义 一定要盘中 盘中即时跟你讲 你告诉你这个压力价 那才是最即时最精准的 跟你讲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什么叫做空方压力价 是不是指标在这边转空了 指标在这里转空了 跌下来 跌下来我们当然不要去追空单 反弹上来 这个东西就叫做空方压力价 8668 8668就叫做空方压力价 然后呢 这边就跌了200点 空方压力价 所以今天 很难得 在这边 我要送给大家这个礼物 它是一个免费的 只要你跟我联络 我们就会 送你明天 电话通知的 盘中即时的空方压力价 我们把时间还给4分 好 这是在今天的行情播放 当然下一段阶段回来呢 还要来看更多的个股操作 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追求财富自由 复制成功方法 扩大您的财富版图 每个人都是投资理财的最佳导演 02-2506-8911 02-2506-8911 咖啡是旅人 在赤道出生 逐经巴西的桑托斯港 来到您的手中 历经几千道程序 和职人们的热情 淬炼成一杯咖啡 咖啡不单是一体 咖啡就是人 Coffee Lovers Planet Coffee Lovers Planet 台北馆盛大开幕 追求财富自由 复制成功方法 扩大您的财富版图 每个人都是投资理财的最佳导演 02-2506-8911 02-2506-8911 挑战韩国首尔塔 LG变频清洁机器人 智慧感应防撞防摔 LG变频双眼小精灵 LG理想女人 丰富豪礼买就送 送你满满爱 世界八大奇迹降临台湾 全球破亿人士疯狂潮盛 故宫国务院磅磅巨线 琴勇 琴文化与兵马俑特展 预售热卖中 10亿点亮艺术新生 玩派多 乐趣多更多 LG G5 酷万杀其极客行动 搭配中华电信 大四G方案 LG G5加360VR 独享优惠家 猝逼仅价拍到丁 这些女人都没有控制 离开我 离开我 5月6日 恶灵成生2 追求财富自由 复制成功方法 扩大您的财富版图 每个人都是投资理财的最佳导演 02-2506-8911 02-2506-8911 欢迎回来 现阶段来说指数往下跌 现在的个股操作 电子全资股 好像现在来说要比较保守一些些 尤其在今天台积电 连发科 有利空消息传出来之后 也整个都是往下带 不过在个股上 现阶段来说 盘面上好像大家都是各自表现 对不对老师 到底现阶段 选股的话要怎么来掌握 好 因为刚刚四分讲 最近股票很乱 我们来看一下几档 多头的股票跟空头的股票 你就不会去 到底这一档股票跌下来 你到底要做多还做空 基本上看到我们的指标 你就可以知道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档 它叫做茂莲 茂莲目前还是多头走势 代表它 只要是红色的 只要是它的指标是红色 就代表多头走势 茂莲这档个股要怎么操作 在这边可能145块左右 它出现一个多头走势 的一个讯号 在150.9 这就是跟空方压力价 两个是相反的 它叫做多方的支撑价 多方的支撑价 在150.9 然后呢出现一个 多方的加码讯号 开始再持续往上攻 这个叫做乖离讯号 就告诉你 你在这边的多单 涨上来已经赚很多了 好 这边是会有人想要 获利了结的一个心理关卡 所以说才会出现一个乖离讯号嘛 对不对 出现在200块以上 好 200块以上 然后呢 现在跌下来 跌到185.5 目前182.9 是它的支撑价 好 多头支撑价 乖离以后跌回来 是不是你这边的价差 就已经赚到了 200-182 是18块 好 18块的价差 好 就可以避开啦 你也可以说避开 你也可以说是多赚都可以 另一档融化 是不是也是一样 你就知道红色代表多头走势 从这边17块左右 跟你讲 转为多头走势 这边 获利 好 因为涨上来 涨到这边27块了 已经涨了可能接近一倍了 好 5成了 这边有人要出 然后呢 跌下来 起涨的时候 又会出现买禁讯号 涨上来 又跟你讲这边要出 是不是出在最高点 可能35块左右 跌下来 跌到30块 又再买进 好 目前一路上 还是维持一个多头的走势 那我们再来看一档 好 再看几档个股 这是多头转空头的 是不是也是在这边 42块左右转多 然后呢 这边告诉你高档乖离了 这边跌下来出现买进讯号 这边都是可以帮助你 这边跌下来可以避开的风险 然后呢 这边转空 神龙这档个股 那你是不是原本多头走势的操作 这边涨上来 然后这边避开 这边再坐上来 这边转空 你如果是纯粹做多 你这边就可以把你的多单出掉了 这边跌下来 50块跌到42块 这边的风险也是完全可以避掉 好 我们再来看几档空头走势的个股 如红也是一样 460左右转空 这上面全部都是空方压力价 空方压力价 跌下来 现在剩下354 上围 它差不多在230左右 转为空头走势 跌下来 反弹上来 这叫做空方压力价 空方压力价 157 156 这边都叫做空方压力价 现在剩下120 上围这档个股 所以说股票也是有空方压力价的 红杰科也是一样 94块左右转空 上面79 8176 全部都是空方压力价 现在剩下59块 好 59块 红杰科 瑞宜也是一样 100块左右转空 所以我说你如果是不做多 你看到转为绿色的时候 你的股票就要卖掉了 好 100块 然后呢 现在剩下47块 中间这边叫做跌升的乖离 因为如果有人放空 跌下来这边会获利了 因为就是一些心理上的压力 或是一些心理上的一个 获利的一个需求 很多的阻力在这边 会想要把他的空头的股票卖掉 所以我们这边会设计一个空方的乖离 然后呢 真的反弹 反弹上来又是空方压力价 跌下来 这边60几块 跌到现在也剩下47块 翔硕 空方压力价 现在148.5 是不是最近才出现 15 1.1 告诉你空方压力价 这边180几就转空了 跌下来 联发科也是一样 245.4 出现空方压力价 现在剩下210 好 最后 今天很难得的机会 送你空方压力价 明天盘中及时通知 欢迎您来电索取 好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未经许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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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